显示我是与孕的状态 两个多月 然后这个事实我实在没办法接受 因为我在领证之前没有与任何男性发生过关系 28岁保守女孩去做婚检 结果显示怀孕两个月 这让看到体检报告单的小丽无法接受 自己和男朋友认识这么长时间 最多也就是接吻牵手而已 并没有越界 这期间也没有与异性做过任何出格的事 明明自己是个非常保守的人 而报告上为什么会显示已经怀孕两个月了呢 为了解开自己心中的疑惑 小丽便坦荡地拿着报告去找了男友 让她万万没想到的是 男友看到报告后很是愤怒 为此还要和她分手 委屈的小丽试图和男友解释 可是再多的解释在白纸黑字的报告单上 都显得那么的苍白无力 不理解 因为也口出了脏口 她说了很多 她就觉得说之前都是奔着你的什么单纯 我怎么样的 结果你怀孕两个多月了 你再欺骗我感情吗 发生说了很多 小丽表示 现在男友根本不相信她所说的话 而且还一直说两人能走到今天 完全是奔着自己的单纯去的 那么明明是完毕之身 为什么会查出怀孕两个月呢 带着一问调查员 也陪小丽来到当初体检的这家医院了解情况 还没有开关系